大家好,这里世代是风采 北极公开赛南丹决赛 小天对上乔纳坦 这场比赛之前 小天已经连续几场都适合对手大战三局 同时乔纳坦又因为坤拉退赛 多了一天休息的时间 不免让人担心小天的体能 但是这场比赛 小天的表现非常出色 虽然第二局一度似乎在体能上受到影响了 但很快的经过调节后 慢慢追回比分 顺制反超 然后掌控比赛节奏 最终只若要拿下冠军杯 一起来看看这场比赛的精华片段 一开在两边的节奏都非常快 而小天掌握较好的攻势 稍稍拉开比分 不过乔纳坦 很快的连续拿分追平比数之外 接下来这次精彩的防守 更是反守未攻拿下分数取得超前 双方手局前半场打得格外激烈 强热坦仅仅1分领先 但小天靠着进攻以及乔纳坦的主动性失误 终于反超比分 而双方到了比赛中段 原来我打得非常胶着 原来我打得非常焦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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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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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後再用一技平殺 拿下局點率先搶下一局 第二局開始 強烈坦有所回應 首波先靠這技漂亮的防守後 再加上幾波攻勢 將比分拉開 最好 第三局,他現在的溝通 第五局開始 最好 來 這麼好 沒有優勢 最好 虽然落后5分 但小天还是保持斗志奋力追分 延续追分后 追到了仅仅1分之差 但强拉坦又再度发挥 连下几波攻势 半场取得3分的领先 下半局小天也打得非常好 顽强 没有让比分被拉开 甚至还追平了比分 14平后 双方又开始陷入胶着的战况 特别是今天乔内坦再往前的表现非常优异 好几度再往前拿下分数 好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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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来到17平后 小天也似乎顶过体能的限制 稳扎稳打取得超前 虽然一度出现了争议判决 但看到重播画面后 主神的判定确实无误 可以倾注看到 因为小天这球没有过往 但乔内坦初拍后 球拍却已越网 所以遭到主神判定越网犯规 心情可能受到影响的乔内坦 在小天最后两波的公司都没人手下之后 直落而让小天带走了胜利 最后两人都非常有风度的握手牌 两人更在颁奖台上献出笑容合照 一展两人最佳的运动风度与精神 再次恭喜小天打出精彩表现拿下冠军 也恭喜乔内坦获得亚军 小天再一次靠着绝顶的奋战精神 让大家见证他不被连连给打败 而且不断进化的超人表现 真的令人非常佩服 这里四代四风采 我们下集影片见